一早現身宜蘭周映公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在國民黨在地民代陪同下 虔誠敗媽祖 似乎想跟前一天才宣布 參選的關公兄弟郭台銘 互別苗頭 只有堅持自我 那是沒有辦法成就大局 我們必須要秉持這樣的態度 不要去再做任何 心痛仇快的事情 那我們不要讓民進黨放鞭炮 這裡行間都在直指 郭台銘的衝動決定 非律亂糟糟 讓民進黨羽翁得利 就怕國統參選 讓藍營更加分裂 朱立倫也在自家人面前 搬出黨紀這大刀 那我們的黨紀本來就很清楚 那這個規範也很清楚 我們會嚴肅的按照黨紀來處理 那我們也呼籲所有的黨員同志 大家只有團結努力 最後勝利成功 而國民黨發言人楊志宇 也痛批郭台銘失去誠信 跟民進黨有何不同 但不只黨中央 連藍營地方首長也以聲作責 表達忠誠 台北市長講完 臉書發出與侯友宜的大擁抱 喊話大家要團結挺侯到底 台莊市長盧秀燕也趕緊跟上秀出 牽手合照 並寫下2024是重返執政的關鍵時刻 讓鐵漢來照顧我們的未來 我們不了解他現在還要出來的正當性在哪裡 民不正則也不順 他這個民不正 他做什麼事情都很難得到這個 要多數民眾的支持 不再溫情喊話黨中央態度硬起來 既出黨既互助侯友宜 不讓郭台銘參選 再讓國民黨分裂 最喜歡的郭彥婷 7-7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